大学之道之文 文中有文言文及白话文注解 因此让深浅者都能理解文艺 进而悟道修行 传十章 十 世治国平天下第21段 梦献子曰 处马臣 不察于鸡屯 伐兵之家 不处牛羊 百臣之家 不处俱脸之臣 与其有俱脸之臣 宁有道臣 此为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也 吕先祖浅言注解字解 处许六反 脸胜病去身 梦献子鲁之贤大夫 众孙灭也 处马臣是出世为大人者也 罚兵之家 华兵之家 亲大夫以上丧祭用兵者也 百臣之家有彩地者也 脸具脸也 吕先祖浅言注解文言文 为名上者尽信之天 吉之天则知名义 以仁化名 以义岛名 您舍己力 而不伤民力 故您有道臣 而不处俱脸之臣 使民觉性 各尽信中之能事 治国以仁为体 使民以义为利 安得不忘其致灾 吕先祖浅言注解白画文 身为万民的常上能尽信之天 就能知名 因而能以人道度化万民 以义里导引万民 知名的常上宁可割舍自己的私利 也不愿伤及万民 所以他宁可有偷盗自己家中财物的道臣 也不愿唤养为他自己四处搜阔民财的聚脸之臣 所以假使能引导人民觉醒本性 使人人各自发挥本性之良能 并且以人道为治国的大原则 以道义来真调名利 那么国家自然能治理得很好 请继续研读大学之道 吕先祖 福佑帝君 浅言注解 传十章 十 是治国平天下第22段 请不吝点赞订阅